清明廉價期間,東台灣湧入了大批返鄉與旅遊的民眾。 當地的蛋商就發現,不少遊客看到有蛋就趕緊購買, 還有人要買整箱,擔心造成在地供應短缺,只能夠限量供應。 而實地走訪台北市雜糧行、超市等地, 看到貨架上其實都還有雞蛋。 機器針對不同尺寸的雞蛋進行分級, 位於台東市這間蛋行店面仍可見大量雞蛋, 有部分零售國產白蛋一斤七十五元,售價明顯比北部低, 業者說廉價期間不少遊客跑進來買蛋, 有人想要買好幾箱,但他會控制購買數量, 不希望外地遊客來搶購,反而造成本地供應失衡。 外地的零售可能來台東旅遊, 可能要露營,要煮火鍋什麼的, 可能還可以賣它一些些, 大量的要一箱兩箱帶回外線是那個的, 我們就量沒有那麼足夠了。 現在還缺蛋嗎? 三號實地走訪市場內的雜糧行, 門口可見為數不少的雞蛋, 已經不見先前民眾大牌長龍等著買, 現在消費者來到這裡還可以自己挑選, 想買多少就買多少。 我都不會去跟人家搶啊, 我覺得說雞都生不出來, 你要搶什麼太可憐了。 現在看到那麼多蛋,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比較開心? 我覺得我都沒差, 有就吃沒有就不要吃。 對啊,對。 而來到連鎖超市, 不管是平價的美國進口蛋, 還是貴一點的席選冷藏蛋都有, 而大賣場的進口蛋已經完售, 加上還有比較貴的動物福利蛋, 龍會表示, 國外雞蛋持續專案進口中。 目前也傳出南北蛋價價差大, 在屏東一蘭二十台金賣一千一百元, 到了桃園則漲到一千六百元, 對此農委會表示, 要讓市場價格恢復秩序, 需要供應量更穩定。 目前除了國內蛋機產能有在回升中, 農委會也會持續進口雞蛋, 記者綜合報導。